用苹果笔记本安装Windows10双系统 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 我现在用的是英特尔芯片的MacBook Pro 并不是最新的M1芯片的MacBook 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 第二个是要提前准备好一个Windows10的ISO安装镜像 我一般是先进入驱动之家快科技这个网站 然后这里面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推荐 直接下载Windows11或者Windows10的正式版官方镜像 我下载的是这个版本 Windows10 21H1的更新版 是2021年5月发布的 点击下面的链接下载 第三个条件 要看一下你的苹果笔记本的硬盘空间够不够 我这个笔记本是250个G的硬盘空间 现在还剩110个G基本上够用 到时候我给Windows分个四五十个G 还有一个可选条件 那就是准备一个U盘 如果你的电脑是2015年之前的需要准备U盘 如果你的电脑是2015年之后的 做双系统是不需要U盘的 下面正式开始 先进入苹果的启动台 就是按键盘的F4键 找到其他 第一列 最后一行 其他里面找到一个bootcamp 现在中文叫启动转换助理 我现在的操作系统是最新版本 BIX11.6 现在是2021年的10月份 进入启动转换助理 点击继续 然后再点击继续 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是2013年末的 它属于2015年之前的电脑 在安装双系统 做系统的时候需要一个U盘 我现在电脑还没有插入U盘 这个界面一共有三个选项 默认都是要全部勾选的 第一条指的是要创建一个系统盘 系统安装盘 第二个是要下载Windows支持软件 这个支持软件很重要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苹果电脑 它的硬件设备 在Windows上面使用的时候 需要各种各样的驱动 它会把这些驱动和一些配置文件 就是Windows需要的东西 都会从苹果的网站上 自动下载到U盘 或者是本地硬盘 我们在装好Windows系统之后 bootcamp这个转换助理 它会自动执行这个软件程序 该装驱动的装驱动 该打补丁的打补丁 后面都会详细介绍 第一条是创建启动盘 第二条是下载需要的软件和驱动 第三条就是开始安装 保留默认值点击下一步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